好 欢迎大家听我们来聊聊中国的电动车 甚至影响到全球的电动车市 先来讲讲现在全球市占率最高的依旧是比亚迪 比亚迪这两年已经超越了Tesla 成了全球销量最好的电动车 今年他们还要再推 而且价格要再压低 要推出一台不到30万的油电轿车 这样的竞争恐怕会造成电动车市场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好 先来讲讲比亚迪 比亚迪他们今年要全新推出这款新款的油电轿车 一台卖的是7.98万人民币 算一下不到台币35万 你看有多便宜 跟过去的价格比又降价了两成左右 其实算一算整个比亚迪在全球的市占率 他们真的非常的强 去年光是DM的油电相关的混动车 他们就卖了超过320万台 电动车市场已经超越了Tesla成为全球第一 不过讲到中国 其实基本上只有比亚迪似乎一只独秀 其他的电动车品牌呢 光是在农年一开年就开始爆雷 我们来聊聊中国的电动车市 小鹏的指引长何小鹏他就这样说 他说今年来说整个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恐怕会用血腥屠杀的价格战争来结束 像是小鹏他们今年就要推最贵跟最便宜 两种极具完全不同的电动车款 而且今年他们要雇用4000名的新员工 为的是要投入到整个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技术的全新发展 不过讲到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呢 最近传出的这一家高和汽车就撑不下去了 宣布即日起就要停工停产六个月的时间 算一算2024年以来他们一台车都没有生产出来 因为去年他们只卖了几千台车 完全是撑不下去的 虽然说电动车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血腥 但是它毕竟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各个国家都要投入这场战争当中 譬如说就是沙鲁阿拉伯 游王现在说也要下海参战 沙鲁阿拉伯的王储他现在就决定了 他要推动所谓的绿色能源 要推畅所谓的后石油时代 因为未来这就是绝对的最新趋势 这个电动车当中呢 沙鲁阿拉伯做了很多突破 先是跟侯海合作 创立了一个新品牌 2026年他们的出口即将达到15万辆 锁定的是在东东的电动车市场 还有呢他们也投资了Lucy 工业的工厂在今年首座厂已经落成了 接下来也要进入了量产的阶段 另外他们也携手现代汽车 在当地要盖车厂 可以看得出来沙鲁阿拉伯 现在对于电动车市也要全力抢劲 全球的电动车 未来势必会进入兵家必争的版图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